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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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后来的人就很习惯地想有上层建筑那一定有下层建筑 所以就用了这样的字眼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但是就是马克思没有用过 那现在下层建筑 infrastructure这个字 在很多日常生活场合会用到 比如说基础建设 各国的基础建设就叫infrastructure 那个不一定跟经济有关 公路的建设啊什么的都叫infrastructure 所以有这样的这个区分 所以这是一个结构论 在社会学里面这个 如果照孔德的说法 这个大概就接近社会静学 那历史论呢就是接近孔德所谓的社会洞学 变动的部分 然后后来就有这个所有的教科书 跟马克思主义有关教会 都是五阶段论 原始共产啊奴隶啊 封建啊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啊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生前 从来没有讲过这么完整的五个 有这样的意思在 但是没有明白列出来 那个我后来列了一个表吧 他们所有谈到历史无论的地方 到底每一次都谈了什么 有几个阶段的分法都把它列出来 几乎每一次都不算太一样 所以会有这五个 真的是比较统一跟标准的做法 但是不是他们原来的想法 或者说他们原来有这个想法 但没讲得那么清楚 应该这么说 那接下来是关系论 其实是强调结构上层跟下层 或者基础跟上层建筑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一个比较庸俗的说法 或常见的说法 叫Valger Valger Marxism 有人把他扮成庸俗马克思主义 就认为是一个很死板的决定论 就是下层决定上层 或者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那在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里面 也是这么说的 那另外一个叫做Correspond Correspond就是说相应而生的 那到底是不是决定 讲法就不太一样 另外还有一个观念 这是后来法国的哲学家 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叫做阿图塞 阿图塞他说的叫做Over Determination 这个字非常麻烦 就在Over这个字 Over我们一般是太过度的意思 Over 它不是过度决定论 而是多元决定论 我一直到现在为止不知道为什么 叫做Over Determination 如果是多元为什么不叫Plural Determination 我一直不太懂 这个到底是他们的国文老师 或者他们的英文老师没教好 还是我们老师没教好 还是怎么样 因为这个翻译没有人翻译成过度决定论 从来没有 所以第一个翻译的人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个多元 表示决定它的因素很多 这个跟下层决定上层这种那么死板 而且某种程度单因决定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来看基本上我们要从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研究的标准来做研究 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说法 但当事人的说法不一定是最好的说法 因为有时候他忘了 他并没有想到 那后来的人如果他有拳击 后来人能看到东西 有时候会比当事人记得的还要完整 所以这是有时候后来人有后来人的优势 那这个在这里 其实是跟马克思跟恩格斯合在一起讲 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这本书 这17845年这本书没有出版 这本书非常无杂 甚至中文到现在都没有出单型本 有单型本都是第一部分 第二三部分全部都没有出 那有的第一部分甚至还没有包括序言 但序言很精彩这样 好 这边有提到阶级造成革命的观念 所以阶级的问题很重要 在后来的历史无论的论述里面 阶级几乎都不见 下层决定上层 经济决定了什么政治 政治 宗教 文化 哲学 像这样子 然后法律 就没有提到阶级的问题 那阶级跑哪去 可在原初的想法里面是有阶级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马克思的 他所谓的大纲或经济学手稿 大纲是英文或德文的一个对这个书名的说法 英文叫 德文叫Grundrisse 就是大纲的意思 然后后来英文在翻译这个部分的时候 出单行本的时候 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就一样的用原来德文的书名叫Grundrisse 也是大纲的意思 可是中文在出版这个的时候 没有单行本 这也一样没有单行本 中文就在马克思的全集里面 就叫经济学手稿 夸号1857到1858 这是为了他的资本论 做的一个准备的稿子 所以中文都不叫大纲 如果英文都叫大纲 所以这是我们以前 从英语世界来学马克思的时候 我们都把它称为大纲 能到中国大陆出的东西以后 你就对不上 那这个叫什么 然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大纲 去1859这本 这篇文章非常非常有名 中文大概不到四页 几乎每句话都是关键 大部分人讲到 马克思的历史文论 就以这个为主 但是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发展的 你不能一个时间 代表他整个人生的思想 但是这真的是一个方便的做法 你把1859年这篇念完了 你就觉得 是啊 他就这样讲的 你看在序里面啊 没错啊 所有人都知道 那有的人不一定知道前面 更很多人不知道大纲 因为这出版的时间非常的晚 而且这本书非常非常不好念 这本是比资本论还要难念的书 难念的很多原因都因为他是手稿 他原来就没打算要出版 所以只是他自己看得懂就行了 他自己高兴就行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一直很不喜欢同学去看手稿 除非你是做研究的人 你不做研究千万不要看这种书 看完了就像你还不会登山 你就说我要去登珠穆朗马峰啊 因为那是最高峰啊 我征服了他我就不必爬其他的山了 那连专家都有死一海票 最近好像是韩国的登山队 对不对 死了多少人啊 都是航家 航家最可怕 因为航家常常很容易死掉 所以千万不要做航家 想要产命的话 那恩格斯有写别的东西啊 在从社会主义从小到科学的发展 这好像是在马克思死后写的 可是他这个好像是从 马克思的反肚理论里面 抽出了三章在写的 恩格斯常才就是把马克思讲不清楚的话 把他讲得更清楚 但是那样的话是不是马克思的意思 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 恩格斯另外还有个字block的信 这封信呢 有上下层互相影响的这个想法在里面 这就后来变成所谓三层论或者两层论 如果你拿麦当劳做比喻 那就是那个面包中间 只有上一面一层跟下一面一层 那还有一种 我忘了是叫大麦克还是什么 中间还有一层 所以总共是三层 或叫麦香宝 是麦香宝 好吧 反正我每次拿那个做比喻 我就觉得这就很容易了解 是三层跟两层 因为这边到底最上面那层 可不可以再分成两层 当然这讲法也可以用来做 违当建筑了 你买房子的时候是一层了 上面是一层 等到后来说 这个可以盖夹层 夹层屋是非法的 顺便给各位一个正确字 很多人住房子住到夹层屋 你到在楼在上面的话 你基本上除非你个子很矮 不然的话你基本上不能挺直腰杆 你睡觉的时候你只能这样爬进去 然后可以坐起来 不会碰到屋顶 但你只要一站起来 你就得脱背 我看过那种房子 很大的房子 你看你睡上面 上面平常你很少睡觉 你睡觉的时候也不会一半起来 对不对 所以上面也不必太高 下面 然后这样一租可以租到两万块左右 这样 好 那恩格斯这个字部落这个信 当然我也有强调过书信的问题 因为这不是一个公开信 这是一个书信 如果马克思恩格斯不是那么有名 这封信大概就不见了 那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想法 我是写在书里面会比较 让公告周知是比较呢 还是我写一封信给你 我当然书是比较正式 而且也经过某种的深思熟虑嘛 对不对 我写一封信给你 可能我当下的想法 或者我要蒙你 反正我蒙你 只有你知道 别人也不知道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一直对于书信 这种事情是很怀疑 当然有的人立志成为名人 所以每一封信给他 他都保存得很好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必 所有人的书信都被监视这样 我们的email 将来你只要犯了一个法 人家马上执法单位 就有权力进入到你的书信里面 然后看到你写的所有东西 都可以找到 跟你后来的罪名有关的 特别是那个脉络不见了 所以你可能开一个什么玩笑 都会被放大 你现在像选举的玩笑 有的人随便讲一个什么 会被另外一个扭曲 然后你回到原委 你看他不是那个意思啊 可是人家就可以把你扭曲成那样 所以这完全不稀奇 这完全不稀奇 这个时代我们比较容易知道 因为都有记录 以前的时代常常真的不知道 就听别人讲 看你相信谁 好那恩格斯自己认为有这些原点 恩格斯自己在一封信里面讲 说这个是路易波纳巴 这本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很重要一本书 另外说资本论 这样讲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因为资本论有三册 其实资本论只要看第一册 如果你要看得懂资本论 你只要看第一卷的最后一部分 那你真的是看得懂 因为那是经济史 你要从第一卷的第一章开始看 那我保证你还没到商品拜无教 大概十个有九个就昏倒了这样 我就是那九个之一 我绝对不是那十个 好可怕的书那本 那中间被他讨论什么都觉得 可是到了最后一章 基本上就豁然开朗 所以他说这是 这是他的历史文物论的 一个重要的经典 我坦白跟你说 我都不知道在哪里 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 当然这跟我的财书学浅 在这部分是有关系的 很多人 我大概全中文世界 所有可能出现的资本论 我大概都有 英语世界我也都有 所以我不是没有书的 我也不是不看书的 而是看了以后 有的时候就是看不懂这样 我应该开一门课叫看不懂社会学 就我把我看不懂都拿出来教这样 这样可能对学生有很大的鼓励 那我的同行可能因此就会看不起我 好 那恩格斯有一个叫 欧跟杜林先生 在科学中的实行的变革 结果后来就简称反杜林论 Anti-During 那本书在很多地方真的也容易懂 那他把自然科学的研究加进去 路德·维希·佩尔巴哈 与德国古典社会中的这本书 也非常好懂得非常容易的一本书 也是恩格斯写的 所以你看他觉得马克思有两本书 是跟这个历史无论有关 那他自己有两本 那其实你认真看 等一下我们都会讲到 其实你看不太到那种历史无论 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个论述 好 那就德意志形态的中的 一历史无论 这里面稍微讲了一下版本问题 因为这本书他写完以后呢 大概快接近一百年以后 才正式问世 他要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就没了 那这本书一直没有这个中文的单型本 我刚刚讲过 有的话也只是那个第一部分的 那个很薄的 这是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 买到的英文本 这是俄国出的 德意志形态 你要看他有多厚 通常那个单型本的话 大概都三分之一 甚至不到 这是他们和写的书 这本书真的也很不容易懂 这些虽然是英文本 好 那这个接下来 我们就介绍大概这本书 因为常被忽略的这句话 就是创造者服从于创造物 这就后来大家简称的异化 就是你明明是创造物 可是为什么创造物 后来变得影响你 你失去了一个主动性 他说人们迄今 总是认为自己 总是为自己创造出 关于自己本身 关于自己是合物 或应当成为合物 这种虚假观念 这个很多虚假 在中文的马克思图 应该翻成错误 像那个我们通常翻念成 虚假意识 叫Falche Bewstein Falche就是英文的False False呢你如果学过英文的 那个考过英文考译是Truth or False 就真或假 或对或错 所以翻成虚假 不如翻成错误 来得明白 虚假好像谴责很少 错误那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 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 来建立自己的观念 他们头脑的产物 就过来统治他们 你创造了一个神 根据他们的逻辑 然后呢 那个神的观念 就来影响到你 你说哎呀神明要我做这事 神明要我做那事 他们这些创造者 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 我们要把他们 从幻想观念 这都上层见诸的东西 教条跟想象的存在中 解放出来 让他们不要相信这些 使他们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下 身影喘息 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 这是序言的一部分 最有趣的是这个故事 我第一次读的时候 还误解了这个故事 有一个好汉 有一天突然想到 人之所以会溺死 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 迷住了 就是地心引力的思想 gravity 如果他们从脑中抛弃这个观念 这还是那种好汉的想法 比方说 宣称他是宗教迷信的观念 那么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 所以脑中没有重力的观念 你就不会溺死 这是当时一个好汉想到的 他一生都在同重力的幻想做斗争 统计学给他提供越来越多 有关这种幻想 有害后果的证明 这位好汉就是 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的标本 意思说你们这些人都还是违心论 认为只要脑中没有什么 世界就没有什么 他就告诉你不是这样 你反正还是会被淹死 你就算没有重力的观念 你掉到水里一样会被淹死 在牛顿之前有多少人掉到河里 是被淹死的你想 理论上在牛顿之前 没有多少人有重力观念 这就讽刺人家 我觉得有时候这种举例是举得非常非常恰当 我最近知道一本书 以前就知道 最近刚好我太太也在看这本书 然后也有中文译本 叫做我们所赖以生存的隐喻 Metaphors we live by 是讲语言学 讲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用了很多很多的比喻 那个是非常重要 那个是年经初的一本书 是语言学方面 好了我们就欲简欲凡 在这本书里面 德意志形态 他讲到三种 这种历史发展的形式 就所谓的历史论 第一种叫做部落所有制 Stamm 就是一个部落 第二种叫Stamm Eigentum Eigentum就是所有制 或者有时候叫私有制 这是翻译的问题 这个马克思东义有时候 就是因为翻译的问题 所以造成很多不同的想法 第二种制是古代公社所有制 跟国家所有制 所以这里有原始社会吗 原始共产社会吗 这两个哪一个是呢 听起来不像 有奴隶社会吗 听起来不像 所以这跟后面的五阶段论 几乎搭不上关系 但五阶段论发明 在这本书问世之前 所以除了马克思和安克斯 两人之外 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知道 都是超越了在1920年代左右的那些 俄国第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 终于有个封建或等级的所有制 所以这个如果这是封建 那这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原始奴隶 我们从后面倒回去 然后这个应该是 是奴隶社会 这应该是原始共产 只有三种 然后这边最有名的一句话 是不是意识决定的生活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就是下层决定上层的 简单的描述 这个呢 下层决定上层的描述 在1859年的描述 比方说这也是1845年 所以在那个观念之前 他们已经有了这种说法 这样啊 那其他地方很多 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 还有呢 另外一句很有名的话 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在每一个世代 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所以我们的每一代的思想 都是统治阶级的影响 并不是一般人的想法 这样子 那后来有一种 英国有些学者 发展了一个观念叫 Dominant Ideology Thesis 说他们确实没错啦 统治阶级发展一些思想 但是下层庶民 自己会发展另外一种思想 那跟统治阶级的思想来对抗 一直都有这种 用中国话来讲 就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这就是老百姓 为什么在什么状况之下 都能够活下来 活得好跟活得不好而已 所以不管是 比较民主的社会 或比较专制的社会 大家都有一套想法 来维护自己的 所处于的时代 还有统治阶级中 会出现革命阶级 这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地方 就那革命为什么发生 如果统治阶级 都为他们的利益 那下层阶级又都被控制住 都被压迫 那怎么会发生革命呢 这里面就告诉你 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 这些统治阶级 一部分人是作为 一部分人 还不是所有人 作为该阶级思想家而出现的 这一阶级中积极的 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 意思就是说 我们说的非常非常大白话 就是会有一些 有良心有血性的知识分子出来 然后这些人就是来拯救 这个下层阶级的 简单讲是这样 那这些人呢 在他的时代 就叫做共产党 所以共产党在早期的时候 在民国初年就是国民党 然后后来怎么转办 什么民进党 什么党 什么党 就是这样的 那这是政党政治的一个雏形 那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党 有一些有理想 有血性的 很多党在刚开始的时候 都真的是有理想 有血性的 在历史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就是为了全民的利益 而不为他们自己的利益 所以那里呢 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存在 是以革命阶级存在为前提 所以这阶级怎么出来 就发现了有些不公平 不公不义的事情 不公不义的事情 那大家都学习 大部分人都觉得忍受 那有些人觉得不应该这样 应该改变 就出来 出来这些人就是 后来革命成功了 他就是革命阶级 革命失败了 他就是叛徒 他就是土匪 这个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这个古今中外皆然 古今中外皆然 所以你在写这个历史的时候 就看你站在什么位置上来写 那当然因为历史通常都是 统治阶级或者赢的人写的 所以那种在历史上被压抑的人 常常就是背上了坏的名声 这个是这样 好 那他这个书里面有几个结论 第一个生产力 产生了共产主义者 跟共产主义的意识 意识就是下层决定上层 因为意识是上层的东西 那怎么会有共产主义的意识呢 就是因为生产力的关系 但这里很妙啦 如果按照刚刚那统治阶级 不都是受到这个社会的好处 那为什么中间会有一批人出现 照道理他不应该有 这个共产主义者的意识啊 因为他不是无产阶级啊 如果他不是无产阶级 还可以有无产阶级的意识 可见存在决定不了意识啊 对某些人来讲 有些人的存在是超越他的意识 或他的意识超越他的存在啊 我因为最近不太会用这个画表 各位可以想象一个四格表 一边是存在一边是意识 然后这边四格表呢 第一个就是资产阶级 第二个无产阶级 这边资产阶级 你有资产阶级的存在 你有资产阶级的意识 这是正确意识 你有无产阶级的存在 你有无产阶级的意识 这也是正确意识 好 剩下两格 你有无产阶级的存在 你却有资产阶级的意识 这叫什么 这叫错误意识 因为你被骗啊 那些人每天灌输你 你这样你是有机会的 好 那最大问题来了 就是在这里解决 那你有资产阶级的存在 你怎么会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呢 这不是也是错误意识吗 可是他不认为 他某种程度认为 这叫做正义的意识 如果从这个有资产阶级的存在 然后却有无产阶级的意识来讲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如果严格来说 这都是错误意识 严格来说 你的存在跟你意识不搭的时候 这就是错误意识 可是历史就这么诡诀啊 他教你的时候呢 都不是他自己的状况 因为他自己的状况是错误意识啊 所以这里边他这样讲 我就说 可是你从你的理论逻辑上 这是不通的啊 这是不通的啊 为什么一个有资产阶级的存在人 会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呢 或反过来一个无产阶级的存在人 为什么会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呢 如果你后者的解释是说 他是被骗的 那前者解释不也同样 他被的某种东西骗了吗 好 财产状况会产生社会权利 这社会权利后来他也没有再继续的诉说 这个权利是怎么发生的 财产状况 那后来当然现在有开始 这个有丢以后大家会讲 哎呀这个社会资本啊 文化资本啊 会转换成这个经济资本啊 然后经济资本呢 又可以再转移一下 又可以变成政治资本啊 然后几个资本就换来换去啊 你看选举就是这样子啊 你看不要讲选举任何国家 照逻辑上来讲 应该没有人出来参加竞选 第一个竞选所花的钱 绝对高过他在那几年的薪水 哪有人会做这种资本生意呢 如果我做四年只能赚一千万 只是举例来讲 可是我选举得花两千万 我用两千万去换一个 一千万的位置 你觉得这合理吗 绝对不合理对不对 谁都知道不合理 但为什么大家还趋势若误呢 可见他所获得的利益 绝对不在那一千万之外啊 就这么简单嘛 而且那个权利是基本上不能定价的嘛 跟信用卡某种说法一样 对不对 什么什么无价这样 所以这个还需要讲吗 所以出来是到底是为民服务 还为自己服务 当然是为自己那种 看不见的利益而服务的 所以这里面讲 财产状况产生社会权利 这个日常生活的经验 大概都有这样 在某些地区 有钱的人讲话是很大声的 有人乱停车 曾经还拿钱给警察说 怎样我连下一次我乱停的 都先给你好不好 这种就是他觉得你为了罚钱嘛 钱本人有嘛 别的我没有嘛 但我有钱嘛 那这也是土豪的一种 一种很恶劣的表现嘛 他不觉得法律是很重要 另外还要消灭资产阶级的劳动嘛 那资产阶级的劳动在所有的描述里面 这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当时英国国会所做的调查里面 工人阶级就受到很大的剥削的嘛 那个剥削是什么 是工作超过12小时嘛 如果照当时的标准 那我们现在哪有什么工作是不剥削的呢 当时十九十一 你还说现在有什么可以省力的那个 所以现在如果你工作不超过十个小时 那个都算OK的啦 OK是指不是指法律上 法律上当然是不OK的 但是在一般人觉得要找工作 好啦可以啦十个小时啊我认啦 我们还给你加班费的 好啦这都是骗那个劳减的嘛 反正你进去的就是卖命 很多人都知道啊 在什么行业都差不多啊 那有些行业你想反正你能赚多一点钱 四十岁以前就可以退休 那这个还能 你万一进入一个行业四十岁以前都不能退休 那就很惨了 所以他的第三个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劳动 所以在这本书虽然没有出版 但他的几个基本想法都已经在他日后 都在他们的著作里面 第四个就是革命的必要性啊 那共产党的宣言 那更是把这个推上了高峰啊 可是共产党宣言这是事后看啦 因为后来二十世纪 有世界大概有农统的时候 一半国家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嘛 然后在1989年80年代后期 那个是共产党 共产主义国家大概都垮掉 实际上没有剩下几个 好像个位数的共产主义国家 所以你在前面讲还可以讲得很大声 到后面你这就讲得比较小声 为什么共产主义的那个国家垮了 那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国家没有垮 那最后谁胜利 这都很尴尬很尴尬的事情 你真的要讲得很难讲通的 那接下来另外一本叫大纲 或者继续这些手稿 那个不会比这本薄 我只是上礼拜带下来 这次没有带下来 那这个也是生前没有出版 而且呢是两次 现在三九年四一年 这还在打仗的时候 苏联人不知道想什么 就在莫斯科出版 我对于战争期间 还出版书这些事情 而且好像跟战争无关的书 这种事情我都敬佩到不行这样 你怎么吃饱了撑着吗 前方在打仗 然后你在那边出书 这我觉得是不太可思议的 对我们这种后面的人来讲 然后编者加了标题 叫政治经济学批判 大纲然后夸号还炒稿 又大纲又炒稿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要他 不是马克思不是恩格斯 特别不是马克思的话 根本就不会出版了嘛 你想多少人搬家 那个东西就卖给废纸堆了 你还说这是从废纸堆 就回来炒稿 有一个社会学家叫尼克 不是叫做诺贝尔利亚斯 或者念Elias 他请了一个大陆人叫月嫂 请了一个帮他打扫的人 有一天就把他的一份手稿给搞 打扫到不见了 我们所有后人都觉得庆幸 哇不然的话也不知道要念多少书 他就非常恨 所以我们大部分做研究的人的书房 是不能整理的 千万不能进去 我的书房我就告诉 不要进来 跟我妈讲不要进来 我的研究室尽量不要让人家看 看了以后 很多人说你怎么打扫 我说你这问题问错了 难道问你怎么不打扫 我说你这问题也问错了 打扫跟我的书房是隔绝的 我的书房里没有打扫这两个概念 只有退休 那你退休怎么办 我说我退休就是图书馆 然后就来搬走那就没有我的事了 反正捐给图书馆 图书馆去处理 要不然我曾经跟那个大陆的大学说过 要不然你们可以出运费 我出就捐给你们了 后来想不能这样 应该是简体制的书留在台湾 因为简体制台湾比较不容易买 反体制的书可以送给大陆 因为大陆台湾通常都有 大陆没有 那只是英文书要送给谁的问题 有点困扰 好吧 那他有讲到资本主义 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这个部分很早有英文本 我们在美国念书的叫 pre-capitalist formation 就是前资本主义 反正资本主义以前是比较白话 不然叫前资本主义 有哪些呢 在资本主义没有发生 所以资本主义应该在第四个 第一个是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 这要死人了 这后来也真的死人了 第二个是古代所有制 你再回答一下原始共产啊 奴隶啊都没有出现 日耳曼的所有制 这是哪里来的 这三个要对应那个吗 这个要对于原始共产吗 这个要对于奴隶吗 这个要对于封建吗 所以你有那个标杆以后 你再来想可能可以 有的人很生意的说那就是这样 不然就解释不通了啊 这三个难道只等于一个吗 还有最尴尬的是亚细亚的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们在台湾有亚细亚的孤儿这本书 所以好像就比较有名 所以这本书还好没出版 出版了以后大家很尴尬 这个三个跟前面三个 有什么关系呢 没关系 真的是没关系 这个孔德至少讲到那个 我说我比较喜欢孔德 孔德讲得非常清楚 他的那个跟西方现在有关 那这个呢 什么叫日文曼的所有自行事 他引用的一定引用了一些 当时的一些经济史的研究 那这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大部分人都会知道的事情 好那另外就是那本书很厚啊 我只讲到其中这一点 因为时间关系 还有这本这个只是一个入门课 所以就不深究 那另外呢就是政治经济批判的这个序 这18578588写的59年出的 很早也有中意本 这个书一直有 一直有这个单行本 但是大部分人只看序那四页 因为其他的不必看啊 其他的你根本也看不到 其他都叫政治经济批判啊 所以后来他资本论的副标题 也叫政治经济批判 这两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名字 喜欢到几乎他所有的书名 都可以叫政治经济批判 然后这个名字呢 其实在马恩合作之前 这是恩格斯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 就是政治经济批判 所以我一直觉得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 经济学的部分到底是算是 要怎么算的问题 好那这里有说到他一个序 就是那篇很有名的序 我还稍微简介了一下 他说我研究啊得出这样一个结果 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 这我们都不太知道什么叫法的关系 好国家的形式可以拆一下 大概意思不能够从他们本身来了解 所以不能从法的关系的本身 跟国家关系的本身 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了解 这是黑格尔希望从所谓绝对精神来了解 他也不能这样 相反的要根据物质的生活关系 那这我们大致可以了解 就是你要从物质生活 才能了解法的关系跟国家形式 这个你已经有了 这个基础跟上层建筑的概念 你要了解这段 相对人就容易太多了 这种物质生活的关系 总和加起来 黑格尔按照18世纪 英国人跟法国人的先例 称之为市民社会 这个市民社会有两种方法 因为这个Bugliche这个字 社会没有问题 Bugliche这个字呢 也可以翻成资产阶级的 所以我们这里叫做市民社会地方 在B地方可以翻成资产阶级社会 但市民社会呢 基本上是正向的 资产阶级社会 基本上在左派的想法是负面的 所以同一个字 你这个翻成市民社会 你就不觉得这个有什么特别那个 因为这是18世纪 物质生活关系总和叫市民社会 所以这并不是特指 并不是特指这个 也特别他是按照他的先例 除非他是指18世纪 这个西欧历史上这个阶段 就是资产阶级社会 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 应该在政治经济上去寻求 这第一句话也不是很清楚 第二句话 这个就开始越来越清楚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 发生三个东西 一定的 必然的 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这三个是一样 一定的 必然的 跟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 的一定发展阶段 相适合的 expression 在英文就是correspond 相适应于他们的生产关系 所以生产力跟生产关系 有一种相适应的一个关系 那相适应是什么关系 就是交不离梦 梦不离交吗 还是要怎么样 这种生产关系就总和构成了 社会的经济结构 所以你假如有一个数学观点 Sigma 对吧 就总和这个生产力跟生产关系 就等于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 好 那这部分 还有呢 即有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 树立其上 所以这里有个相适合 跟树立其上 两个不同的 这个描述关系的字眼 关系论的字眼 并有一定的 这还没完哦 法律的 法律的政治的 还有社会的意识 这个不是社会意识哦 是社会的 bevostein's form 意识形式是一个词 社会的意识形式 这也不是讲意识形态哦 没有用到意识形态那个字哦 他有用过那个字 因为在这之前 德意识形态那个书的 那个书名 就是有意识形态这个字哦 他不是哦 与之相适应的 现实基础 就在这里 basis 这是德文念法basis 跟英文是一模一样 只是德文在这里是名词 所以第一个字要大写 英文在这里 第一个字就不用大写 就变成basis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 制约着社会生活 政治生活跟精神生活 所以这里有社会政治经济 然后物质生活制约着他们 所以这个关系 关系论的词就相适合的 德文的antipression 树立其上 air heaven 跟这个制约的bedding 这关系词就 是同意字的不同 因为修辞学上的原因 所以不同的使用吗 还是因为这些字 有所谓的轻重的差别 我们一般认为 制约或者决定 是比较重的字 就百分之百了 那这个相适合的 可能也有不相适合的东西 所以这可能有所谓 偶然的因素 那这个有的是决定论的因素 那树立其上 是不是也是怎么 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 不太确定 我们不太确定 因为马克思在文笔上会非常好 所以他可能有修辞学上的原因 所以这段话 就是下行决定上程的一个 到目前为止 比较清楚的描述 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好 那接下来就这句话 不是人们的意识 决定人们的存在 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 决定人们的意识 这在德意志形态 刚刚引到那句话里面 已经出现过 所以这是一个一贯的想法 然后第四段 他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 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 这是哪个阶段 没有说明 真正说明了 就是不得了 没有说明 就像革命什么时候会发生 在社会学里面 现在革命什么时候会发生 没有人知道 有个街区线理论 然后说革命到了某个阶段会发生 怎么人民都受不了了 什么什么什么 那很多东西也没有 像去年 那个有一年 各位可能还记得 华尔街什么95%那个 有人觉得 这个美国平复附近到这个地步 We are 99% 这1%的人是在美国多少人呢 我看这次啊 革命会出现了 有吗 没有啊 然后那时候就有什么阿拉伯之春啊 也说啊 你看阿拉伯人已经受不了这个当时政府怎么样 这会革命呢 在哪里 所以看起来有很大的群众运动好像会革命了 但是革命都没有按照这些观察者或评论家的方式去发生 并没有啊 所以到底到现在为止这种什么时候会发生革命这件事情 谁真的能能斩丁截的发现一个让大家都信服的理论那是不得了的 大部分都是这种暧昧的说法 就是这样发展到一定的阶段 哪个阶段 老子来了你就知道 现在我不知道 但来了就知道 发生一定的阶段 变同他们一直在其中生活的现存的生产关系 或者财产关系 说这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发生矛盾 有个阶段这两个都发生矛盾 什么阶段 发生矛盾的时候阶段 那不是同于反复吗 于是这些关系变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 本来是要让它发展的 现在变成是发展的这个妨碍它发展 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会来临 在严格的研究革命 有区分政治革命跟社会革命 政治革命是政体的革命 那社会革命是社会生活的革命 大部分的革命在人类历史都只是政治革命 不是社会革命 因为社会生活并没有改变 只是统治者改变 那这个在文斗年代 有一个应该是波莱裔的女性的美国社会学家 叫Skartipol 她研究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 非常有名 一样她也没讲什么时候会发生革命 就研究了几个大革命 包括中国的辛亥革命 包括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当然是第一个了 那美国革命相对而言 都没有法国大革命那么精彩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建出 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 最有趣之外这个或慢或快 什么东西决定它慢 什么东西决定它快 你第一个已经讲不清楚 到这里你注意到 但是你一样没有发现 怎么样会让社会革命快点到来 怎么样会让社会革命快点到来 所以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一个确认 就马克思恩格斯在1859年 或58年57年写了这本书 到现在还是没有结论 但知道有些革命来得快 有些革命来得慢 但是或快或慢 所以这话讲了等于没讲 等于没讲 好 接下来就是这个历史论的部分 所以大体来说亚细亚的 刚刚在那个大纲里面出现过 古代的封建的 跟现代资源的方式 可以看出社会经济形态 所以它就不叫社会 什么什么叫做社会经济形态 我上次跟各位说过 在社会理论家里面 或者思想家里面 常常对于社会的这个词 选择不要用这么怂的字眼 社会的 所以它就叫社会的经济形态 所以很多左派的人 在写书的时候 他一定会强调 我们的社会经济形态 或社会经济形构 这有的是 要翻成形构 你就知道他是左派 或是马克思主义信徒 那如果他讲社会世界 那大概就是现象主学的 如果他说社会系统 大概就是系统理论 讲到这个什么社会团体 或者social group 那大概就是所谓的这个 小团体研究 或者是这个交换理论 每一个 那你如果讲discourse 或discursive formation 大概就复刻那一派 所以每一个这个派别 都有一个类似通关密语 或者自己强烈的烙印的字眼 很像是那个 刻在身上的文声一样 我们这是刻在语言上的文声 你只要他语言里面出现这些字眼 你大概知道 当然有些人在学习西方东西的时候 没有注意这种细微的细节 就随便拿来乱用 这样子 那这个当然也是有的 所以这里你看亚细亚的 如果照我们现在知道的五阶段论 那亚细亚的是原始共产吗 是奴隶社会吗 显然不是吗 那如果按照那个 那这应该是原始共产吗 那这是奴隶社会吗 封建的资本主义 这个后面都讲得通吗 就前面这两个 到底 那1960年代左右吧 苏联就在这边争议什么叫做 亚细亚的生产方式 后来这个苏联的官方觉得 哇这样讨论下去会死人 就亲自讨论 然后把这个主张亚细亚 宋建方全部关到大牢里去 这个学术自由就是这样 就不会因为我的主张 我被关大牢 可是在苏联历史上 有人主张亚细亚 宋建方是被关进大牢里 这个当然在以前的台湾啦 这种很多国家可能多多少少会有啦 但是越民主应该 言论自由就越受到保障 因为其实知识分子的力量很小的啦 就把它夸大了 好像这革命是因为看了哪一本书 所以造成了革命 我看那么多书 我也没革命啊 我也看过那些后来 被人家认为会造成革命的书 我也没怎样 会造成人类 在人类历史上影响很大的书 我看完了我也没觉得怎样 可能影响完了 我这个人比较愚钝一点 就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亚细亚上面有很多讨论啊 因为最后最后说 马克思有一派我比较主张 到底马克思在哪里讲过亚细亚生产方式 研究半天说 好像是讲过苏联的什么农村的什么 啊虽然农村在人类历史上 是很特别的例子 还是很普遍的例子 如果是很特别的例子 那你不必讲它嘛 因为它是特例嘛 如果它是很普遍的例子 那应该在别的地方也都讲得到 那为什么要叫亚细亚 你讲亚细亚 而且苏联为什么叫亚细亚 说好像是中亚部分 那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苏联啊 苏联不是就很北边吗 好 另外一个说 印度农村 印度讲亚细亚 某种程度是说得通的了 所以这个光从命名上面 还有亚细亚生产方式干嘛 我念博士的时候很不幸的 写了一篇文章 就在读亚细亚生产方式 这中国大陆的学者研究 我看了三大本书 都是关于 看完我迷迷糊糊的 后来也发现有老外也写过这方面 然后后来还有人在写 都跟我一样 迷糊糊糊的 为什么要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 那根本就是一个 也不知道马克思想什么 因为他文学里面这东西 真的相对非常非常非常少 他要不是马克思 但是没人理这个事情 所以后来亚细亚的就变成是一个 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一个没有用的研究这样 这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个 路易波纳巴这个恩格斯说这本书很重要 那说了什么呢 他说你看正是恩格斯写的去 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 马克思自己说阶级斗争不是他发现的 在他之前就有人说过阶级斗争 只是他把阶级斗争跟这个扯在一块 那一切历史上斗争 无论是政治哲学 都是上层领域进行的 还是在任何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 这不是一样的话吗 意识形态领域就是这些东西 实际上只是在各社会阶级的斗争 或多或少的明显的表现 而这些阶级的存在 以他们的冲突方式 又为他们的经济状况发展程度 生产性质就下沉 的方式跟生产所决定 交换的性质方式所制约 那这里一样 这个关系词制约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非常有名的话 虽然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 也找不到 到底黑格尔在哪里说过 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的一句话 马克思写的 但这句话太精彩就要红字的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 这哪里说过啊 你要查证啊 你怎么跟这某个地方说过 你跟他又不是朋友 对吧 所以有一次我们俩一起上厕所的时候 他跟我说的 又不是 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的 试验跟人物都可以说出现两次 他忘记补充一点 第一次作为悲剧出现 第二次作为闹剧出现 这不常常翻成闹剧 我这个版本比较早 翻成笑剧出现 所以有时候你 就叫东施笑评啦 简单讲 人家西施化妆起来是很漂亮的 不化妆出门 西施也不会吓到人 他应该让我们的市长看一下 不下妆 人家西施这样不会吓到人 那是悲剧出现 第二次笑剧 你如果也模仿他那就是笑剧 马克思真的不知道 现在我们看到笑剧比他时代要多太多了 然后另外一句很有名的话就这句话 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你以为这样完了 没有 但是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 那既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 为什么人类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自己的历史 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 而是在直接的碰到的既定的过去既定下的创造 这刚刚我说的一定的什么什么什么的 不为人的意思转移的不是一样的意思吗 意思就是说人类基本上是不可为的 在某些事情上面 一切已经死在前辈的传统 我觉得马克思真是伟大的文学家 翻成中文都那样 像梦魔一样 我们有人翻成梦魇 纠缠着活的人的头脑 就死人抓住活人 这也是他自己说的话 当然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跟周围事物 并创造前所未为的事物史 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 他们战战兢兢的请出亡灵来替他们帮助 听起来像是中南美洲的什么什么什么 那种节日 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跟衣服 以便穿着这种九寿崇敬的服装 用这种借来的语言 演出世界史的新场面 你看这文词用多好 意思就是你就是学人家的 有一段我觉得马克思也一样 不过当然马克思的时代 他说民族跟妇女一样 即使有片刻疏忽 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煎污 也是不可宽恕 谁不可宽恕啊 如果你是想说妇女是不可宽恕的 那就是谴责受害人嘛 我们在台湾在早先 现在少一点点 但还是有人讲 每次出现性骚扰性侵害事件 说那个女的是不是穿得很暴露 她穿的暴露就有邀请我去摸她 或邀请我去怎么样的那个 没有人想说那个侵犯者是不是有病 那个侵犯者是不是完全不了解这个界线 那天成大的新闻上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怎么可能 我太太因为都跟这行关系比较近 我干过五年的台大的实际负责人 我说怎么可能为两千块杀一个人 这打死我都不相信 结果当然就跟性 应该是跟性亲有关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 我又去校园里面晚上人其实很少 如果真的要有人干什么 那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虽然你有那个中控锁啊什么那种锁 它可以尾随你进来 那大部分人也不会喊叫啊 好 个人行为跟阶级 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 就是那五个阶段 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 耸立着各种不同感情耸立着 情感幻想思想方式跟世界观角度上成建筑 所以这上成建筑是由情感幻想思想方式跟世界观构成 整个阶级在它物质条件跟相应的 你看这边耸立着 这边相应的跟那边用词是一样 社会关系基础上创造构成一些 通过传统跟教育承受这些感情跟观点的个人 会以为这些情感观点 就是它行为的真实动机跟触发点 其实不是的 你的所谓传统行动都不是跟你的动机有关 都是人家强加给你或你的阶级 你的经济生活所影响的 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 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 因此他们在理论上会得出任务和做出决定 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跟社会地位 在实际生活中引导他们得出任务做出 意思就是说你做的所谓决定 都是受到物质利益跟社会地位的双重的影响 特别是物质的影响 这里面有一句话很有名叫做一袋马铃薯 马克思不是薯条的发明人 但是这里有一袋马铃薯 所以法国国民的广大的群众 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而成的 好像一袋马铃薯 那一袋马铃薯之间彼此是没有关联的 彼此同时性很高的 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 它基本上就是散病游泳 它用一袋马铃薯来描述 是由代中的一个一个马铃薯所集合成那样 对就是这样 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 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跟教育程度 跟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跟教育程度 并不相同并且互相敌对 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 主要的好像有人说在讲农民 所以马克思到底对农民的看法怎么样 有的书研究 马克思基本上是看不起农民的 觉得农民是一袋马铃薯 那他最看重的是工人 因为是工业革命的关系 所以工人阶级是他革命寄托的重要对象 可是后来不管在苏联 或在中国或在世界上其他国家 发生过共产主义国家的 全部都不是工业发达国家 都是农业国家 所以这个是他可能没想到的 好 我这里就整理了一个表 这表也在我的书里面 没有太大改变 这是1845年的那个德意志形态 这是那个大纲 这是那个政治心理学批判的序 这是恩格斯的书跟那个 我们还没讲到这两个 然后这里呢就结构论的因素有哪些 这里就他有提出生产力 生产方式 市民社会物质实践 这边有提到社会状况 交往形式跟上层建筑 那上层建筑包含哪些 包含了宗教 哲学 道德 提到的 然后就还包含了意识跟意识形式 那这个呢1857年都没提到这些 就是在那个大纲这本书 这都没提到 那1859年那个出版那个序 就提到了基础 社会的经济基础 市民社会 因为这边很有名 然后这个上层建筑跟结构 或者翻成上层建筑叫Uberbau 英文叫Superstructure 然后他这里前面提到的宗教 哲学 道德 在1859年就完全没提到 提到法律跟政治 那有提到社会的意识形式 跟这里有联系 那恩格斯呢 你看他有提到基础 这是一样的 经济结构 这也跟这一样 然后上层建筑或结构 这也跟这一样 那恩格斯提的 你看有哲学 法律 宗教 政治 教育 那关系论 这里面就强调制约跟相适应 这里有树立其上跟相适应 这有相互作用 所以后来有些人强调 上层不是那么重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后来都从这里 强调文化的重要性 因为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会强调文化的重要性 那是上层建筑 那完全不重要 所以后来包括这个 凡科夫学派 包括后来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 或新马克思主义 都强调文化的作用 这个是一个某种程度 马克思复活都不会认得的 这怎么叫马克思主义呢 还有一个名称 这个不是很流行 叫文化马克思主义 怎么有文化马克思主义呢 它是在文化大学念书吗 怎么可能呢 这完全违反那个 最有名的话 就并不是意思决定生活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这里一样的 真实生活的生产跟再生产 是历史最终因素 后来很多人很喜欢引用这句话 但是这里你觉得跟这有关吗 好 那就历史论 历史论就是这个前面的部落所有制 那这边是亚细亚所有制 这一样的吗 生产方是亚细亚 这边两篇有提到 后来没有 这个跟链子上面 只是这个表没办法放在一个图里面 然后这里古代公社 古代所有制 然后听起来好像 那古代的听起来是一样 那后来什么时候出现奴隶社会呢 这个在他的文章里面 没有奴隶社会这种分歧 然后那封建的大概都有 那日尔曼是主义封建的吗 封建跟中古斯基 大概时间上面算 然后这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革命 所以你这样看一下 意思有了 但是前面是很含混的了 但是大致的那阶段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种亚细亚什么时候变成原始共产 他们从来没看过他们提过 在他们认为这很重要的书里面 好 这是那个说明 我们接下来讲的是 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合作的部分 因为大部分人都不会注意这个问题 也觉得这是 或者不认为这是问题 但这问题是非常的大 就是马克思恩格斯 我们怎么去去区分 我以前曾经想过要写一本书 叫切割马恩连体英这样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校长是 切割连体英的一个专家这样 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办法 第一个很简单 就是他们俩还不认识之前 跟他们俩合作 跟合作之后可以这样子切 所以他们俩合作了什么呢 合作了三本书 神圣家族 或对于批判的批判 所做的批判 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 现在就没有多少人知道 布鲁鲍威尔是谁 对于批判的批判 所做的批判 你这下面在练相的时候很口诀 另外就德意志形态 刚刚讲过 还有共产党的宣言 这边就是这三本书 这是神圣家族的 苏联的英文版 神圣家族 然后这是其中的 因为共产党的宣言版本太多 这其中一个版 Comet Manifesto 我带来都是英文版 我有一套德文全集 但是那个大概只能查对才用 那用这三本书 哪个人写哪个部分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神圣家族里面 在这个目录上面 就写谁负责哪个部分 这一章节是谁写 这一章节是谁写 所以很容易区分 那德意志形态 跟这个共产党的宣言 就很难区分 那德意志形态 就最难区分 然后共产党的宣言呢 一个问题 共产党的宣言 其实有三个不同的版本 早先两个版本 生个是写的 那这个版本是要叫做教义问答 他说 譬如说 什么是共产党员 问 然后就回答什么什么 这是天主教 天主教传统里面就有这一个 什么什么样是天主教徒 然后他有一个答案 所以这个叫做catechism 就是教义问答 后来马克思最后最后把它改了 改成共产党宣言的形式 所以到底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改了多少 恩格斯改了多少 我曾经想用word的那个两个版本的对照 来对照看一下 但是我的技术不太成熟 所以就没有 没有完成这个工作 这样 总而言之他们是合作 但合作部分 大部分都认为马克思的功劳比较多 恩格斯的功劳比较小 如果从文章的那种文笔来看 因为我们从翻译的偶尔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看原文可能会比较清楚 现在还有一些电脑技术可以区分 什么莎士比亚的风格是什么之类的 把那字输进去 然后到底是不是伪作 因为根据某些原则 他们也可以查得出来 就是用电脑做的 不是人工做的 所以到时候所有的教授都是AI了 然后其他的人都是什么助理教授之类的 会有一天出现这种尴尬的情况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图表 这其实也不算太难 因为这上面有说 把马克思的著作分成三个部分 这其实是列宁说的 我最近在看到 上次看到那个带来另外一本 导读 有一个年轻老师写的 他就说 马克思部分一般认为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我想 嘿嘿 你这个念书不经 这是列宁说的 后来人都跟着用 越后来人念的书都是越近的书 所以他对莱隆去脉就不会太了解 那我因为年纪有一点 我对于这种 我很强调要注意莱隆去脉 谁是那个最当初那个人 我重视这个 所以我会去想尽办法找到这样的东西 但是有些人不在乎 所以呢 就像写作文一样 古人有云 那这是哪一个古人呢 对不对 先哲曾经说过 怎么怎么 我每次都开完以后 对啦 古人有云 先哲说过啦 孔子一定也说过 我想上厕所嘛之类的 这什么话嘛 好 我们就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看看这三个部分两个人的关系 在1843年40年 两个人还没认识 马克思是从德国哲学部分 写了一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马克思也写了共产主义者 奥格斯堡的总汇报 这个文章 这个文章要不是看全集 不会有人看这种小文章 1840年 这马克思就写了经济学这些收稿 但这是没有出版的 我们这个从写作脉络 跟出版脉络 你会发现是有落差的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写作 跟出版是一致的 马克思还有以前的有些人 写作的东西不一定有出版 但是在写作脉络来看 你可以知道它是按照这个顺序 出版脉络不一定按照这个顺序 所以作者的思想发展 跟外面人看到他的思想的发展 基本上有一个落差 还有一篇短文章叫 詹姆斯·穆勒的艺术摘要 这是他的一个读书摘 就像各位做的笔记一样 那这个也没有出版 在早先的中国时报的 184手稿 有附录这篇文章 接下来就是恩格斯 所以马克思在这三方面 都已经写出恩格斯是第一个 真的相对于是比这两本书 都要认真的一个政治性批判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一篇文章 这本书到现在为止 如果你能找到来看 还是蛮有意思的 他会注意到这种政治经济学 其实都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他会注意到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性 跟它的阶级特性 这在以前很多人都不会注意 你拿一本书来看 你就觉得这本书 就是政治观 经济观等等等等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个两个人合住了神圣家族 我就用红字表现 这个至少不列印出来 就不会浪费墨水了 用这个就在上面 那马克思那时候有一个叫 《关于菲尔巴卡提纲》 我们上次有提过 这是1845年 184546的时候 两个人合住了德意志气形态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所谓 德国古典哲学的部分 然后后来马克思写了哲学的贫困 是对应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 所以后来就变成一种知识分子的游戏 如果有一个人写了什么的什么 然后你就写一个什么的什么 反过来这样 就可以跟他对话 或者跟他对干这样 然后马克思你看 他写了《莱因报观察》的 这是社会主义部分 然后恩格斯有写这个 恩格斯有共产主义原理 就我刚刚讲的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稿 然后马克思有写这个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第二稿 然后就两个人合注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三个部分都有 然后这边都是合注的 这小文章我就不算进去了 然后这个马克思才开始 1857年写的大纲正义和批判 这个名字是从恩格斯那边 刚开始创用的 然后这1859年我们刚才讲过了 这个就是资本论第二稿 1861年到这 还有《胜于价值论》 是号称资本论第四卷 这其实是一个经济思想史 是在《胜于价值学书》 《胜于价值理论》 可是在翻译的时候 变成《胜于价值学说史》 变成是一个历史 那是翻译的问题 选择用那样的名称 因为它真的不是讲理论 它真的是讲历史 跟一般经济思想史书 经济思想史书没有太大差别 然后你看马克思后来 几乎都在政治经济学这个部分努力 都是手稿 没有出版 他第一个家里很贫困 然后都靠恩格斯阶级 恩格斯有一天不想当 这种资产阶级的这种杀手 就问恩格斯跟马克思说 你到底一年到底需要多少钱 我把我的什么股份卖掉了 然后我给你这个钱 然后就可以自由地做我想做的工作 就有东德 那时候东德的历史学家 认认真真的算出来 到底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信里面 文献上面寄的 他到底花了恩格斯多少钱 这个如果有怎么欠上辈子欠钱理论 那上辈子恩格斯欠 欠马克斯很多 我每次都说人生都应该有一个 像恩格斯这样的朋友 随时可以欠你欠 然后不要求回报 去哪里找这种朋友 想破头都不一定有 好 那就马克思也写了一些 社会主义的东西 恩格斯在马克思生前 他们两个认识以后 恩格斯是极度极度的低调 几乎没写任何东西 可是你从他之后 马克思一死 他开始呜啦啦啦 写了一堆东西 你就知道他憋了蛮久的 你看这马克思写的麻麻麻麻麻 然后恩格斯在1868年才 资本论第一卷提纲 帮他的朋友写一个做一个推文 你们现在知道吗 或开箱文这类的东西 然后恩格斯这个 马克思第一卷书评 因为他说不写 可能就没有人看这本书 他写了看这本书还是很爽 就算在共产主义国家资本论 大概真正念过资本论 大概也没有几个这样 那就是一本很有名的 大家都以为念过 其实不需要念的书这样 台湾这里还印啊 印了以后也卖得很好啊 我想谁在念啊 除了写导读的这个万玉哲之外 这谁在念啊 我看我们同行教的人都没有念 现在也没有什么 马恩研究所在台湾 在大陆看马恩研究所 大概也不念资本论 大概全世界有资本论读书 大概台湾还有一点 台大偶尔会出现资本论读书会 大概读不完第一张 全部人就散掉这样 有一次还有人说 老师你要不要组一个资本论读书 我说我对资本论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是有书 但是我真的是不想看那本书 我要看我也不要跟别人一起看 一个人受苦就好 读苦苦不如绝对不要重苦苦 这开玩笑 这本书真的很难念 那法文一本的问题我上次有说过 因为他觉得法国人程度不高 所以他把它改写的 比较符合法国人的程度 所以资本论最好了解 就是看法文译本 法文译本现在有中文译本 但是不在资本论的全集里面 不在那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面 是另外一家出的 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很有名的教授 本院的 他说我还看西班牙文译本 我说看法译本不是因为懂法文 而是因为马克思有这样的说法 他显然对这个事情是不太在乎的 很多人对于版本问题 觉得那是中文系的事情 我们不必在乎 那你就不知道你失掉多少东西 对于这种需要翻译的东西 你都要很在乎这个 然后你看恩格斯有写这个反度理论 这是横跨三大领域的 马克思 马克思 恩格斯有从社会主义 从空想到科学 后来马克思1882年死掉 所以后面就 这个都是由恩格斯整理出版 恩格斯整理出版看起来 好像只是把它这样弄一弄 然后这样 然后就出版了 尤其你去看 《资本人》第三卷最后一章 52章讲阶级 两页 最后的那个结论是点点点点点的 那就是没写完嘛 那你整理了什么 而且呢 里面的阶级是三分法 是那个李家图的阶级的三分法 英国的经历学史 那到底马克思是二分还是三分 到底是资产阶级跟工人 他说没有还有地主 那有地主就有农民啊 那应该四个阶级啊 反正讲不清楚的 真的讲不清楚 所以恩格斯 恩格斯整理了 马克思的资本人号称 那整理了什么 真的很大的问题 有时候开玩笑说 那很厚的书 你就看第一章跟最后一章 我果然就看了第一章跟最后一章 结果就看出这个毛病来 那到底整理了什么 还有这个他的路德维希佩尔巴哈的 与德意志固点哲学总结 所以你看到这个 两人关系的这个 从著作上面来看 所以后来 马克思大部分时间呢 在后面特别是 都在这个政治经学领域里面 恩格斯反而可以 在三个领域里面游走 不是说就怎么样了 所以这边 这里只讲共产党宣言 有这个理由 那共产党宣言呢 恩格斯为什么不叫做 社会主义党宣言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还看过一个人 写篇文章讲说 到底是共产主义宣言 还共产党宣言 这就是不懂原文的问题 因为原文就是共产党 有个党字 帕泰那个字 这个显然是头脑帕泰在讲 那德文的帕泰就是 party的意思 英文的party的意思 所以是共产党宣言 这更不必写一篇文章 你看书名就 文章名字 就知道是共产党宣言 他因为不看书名 叫做communist communist这个字呢 当然就没有communist party 所以有共产主义的 没有共产党 光从英文 communist manifesto 就没有共产党这样的意思 所以大部分人只懂英文 所以说这个怎么会叫共产党宣言 这个名字是共产主义宣言吗 他提上共产主义吗 不是的 在德文原来是共产党的 懂吗 所以要懂一点原文 他说那时候呢 因为只有两种人被视为社会主义者 所以也不叫社会主义宣言 一方面是信仰各种不同乌托邦系统的人 在里面就有批判 作为社会主义者 最著名的是欧文派跟富利亚 法国的富利亚派 那时候他们已经缩编成一个中派 然后销声匿集 所以我为什么叫社会主义党宣言 那是一群乌托邦的人 另外一方面各式各样的社会骗子 拿社会主义当黄子来骗人 他们企图以他们得到的各种万灵丹跟偏方 希望在不影响资本跟利润之下 消除社会这种罪恶 意思就是说肯定资本主义的重要性 然后呢 要用这种社会主义温和的方法 来消除各种罪恶 这大概就是讽刺英国的沸边社会主义 1847年的社会主义代表自然阶级的运动 而共产主义是工人阶级的运动 社会主义至少在欧陆是很受人尊敬 而共产主义刚好相伴 所以他不用社会主义是有他的原因 这是在他的一个序言里面 后来的序言 共产党宣言的序言 往往比他的证文还更有意思 另外他补证了 这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 都是阶级斗中的历史 你就以为他们是这样相信的 不是的 因为后来他补充了一个说 哎呀有文字可考的全部历史 因为在那个意思说 原始共产社会里面是没有阶级的 怎么会有阶级斗争呢 所以对不起我讲错了 可是没人理啊 后面1888年的加上这一段 他说我这个解体过程 我试图在家庭受制国家企业来说 没人理他 另外还讲到资产阶级 讲到两个阶级的两极化 就是组织呢 封建跟行业的组织 就有行会师傅是他的成员 工厂手工业呢 就是中程阶级 这还不叫中等阶级 也可以叫中等阶级 但不是中产阶级 然后现代大工业就是现代资产者 所以他有这个组织跟成员之间的关系 很少人注意到这个 那这个跟他的那个历史发展三阶段 就有一点 有一点点关系 不是那么明显 然后讲到国家跟资产阶级啦 说现代国家政权 只不过管理整个资产阶级 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就在马克思主义者里面 国家到底什么样的观念 那到后来那个是说国家就是 他们都说国家是一个阶级 用来压迫另外一阶级工具嘛 那共产主义革命以后到底要不要国家 所以有一个说法叫国家威缩论 说我们要国家 但是那国家性质已经改变了 他再也不用来压迫了 他用来管理众人的事情 后来孙中山就抓住这句话 就是说正是众人之事 这是管理 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 那句话就改变这恩格斯的话 这样 好 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中的 温情卖卖的沙木 你看讲得多好 把这种关系变成单纯的金钱关系 意思是说资产阶级就把它变成金钱关系 这为什么我这个后面这个图都是钱 是有这样的意思 然后呢把生产跟消费世界化了 所以现在很多研究消费的人 基本上是跟着马克思的主要理论继续来讲 所以后来有些想要像那个批评文化产业的人 文化工业的人 就觉得文化工业是这个资产阶约麻痹人心的 那种无聊的连续剧肥皂剧 那后来就有一派所谓的通俗文化的人 说不是啊 很多人在里面想出的好处啊 你为什么只看到那种黑暗面呢 他有他的光明面呢 所以现在你看光看寒流不得了 K-pop 那是国家有意的把韩国东西推出来的 我听说他们的做法很极端的一个做法 韩国歌里面一定要有一段英文歌词 你至少要让人家能够唱副歌 你到底组歌怎么样不知道没关系 有一段一定要唱副歌 所以我还就有注意这个情况 因为我不知道这是怎样 发现真的耶 他们有一段副歌就是英文耶 那现在有些韩剧里面 还就把英文老歌拿出来 当成他们的配乐 那你能够吸引到人就更多啊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简单 但是又聪明的办法 你怎么样让这世界化 所以韩国团体少年团体 叫什么防弹少年 然后到了美国到英国都很受欢迎 我想说这个东西那么文化差别 那么大地方怎么可能 他们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这当然也是一个问题了 这问题本身就值得怀疑了 不是说这个问题就没问题这样 资产阶级炸取全世界财产 就使一切国家生产跟消费变成世界性 现在更清楚了 然后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 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 这其实是模仿圣经的话 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所以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 为自己创造世界 所以资产阶级是现在世界的上帝 在资产阶级 对啊 所以这个话你不了解 那个书读得少一点 就觉得这句话没有什么 书读得多一点 这跟他的生活 跟他要讽刺的那些人 所熟悉的东西是一贯的 那下层阶级跟上层阶级相适应的关系也是 那资产阶级创造自己的掘墓人 这就是刚刚那一段 这个资产阶级里面会产生一批人 那那里面怎么产生 还是一样没有讲 只告诉你后来是这样 那怎么演变的呢 最初的关键是什么 不知道 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 置身于死地的武器 同时还造就了 将运用这武器 来反对自己的人 就是现代工人 叫无产者 无产阶级的灭亡 跟无产阶级的胜利 同样是不可避免 这就是喊口号了嘛 那这个 反正大家听完很爽 喊呼呼呼 呼摸呼 这样 那就后了嘛 对不对 无产阶级吸纳 所有的旧阶级 这如何做到的 一个开玩笑说法 说当然 一个正式的说法 说因为你认同了 无产阶级的信念 是大家都要好 那你当然就认同 你就加入他们 所以你就变成这个 无产阶级 另外一个说 哪是啊 大家都穷困化以后 只有两种阶级 然后你当然 完全非自愿地 变成无产阶级这样 这当然是不同的解释了 那中产阶级的组成 跟资产阶级 跟无产阶级关系 这里面就很尴尬 说中层阶级 有的时候 我们翻成布尔乔雅阶级 那布尔乔雅阶级 有时候翻成资产阶级 所以到底 布尔乔雅阶级 是资产阶级 还是中产阶级 所以这里讲中层阶级 就不是布尔乔雅阶级 就不是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 就是小工业家 小商人 手工业家 农民 这叫中层阶级 他们跟资产阶级做斗争 这资产阶级 就是我们白话文的有钱人 好爷人 住豪宅的那种 不过豪宅大部分时间 都是外籍帮佣 跟什么 跟保全住在里面 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 是保守的等等等等 这我就不讲了 共产主义的特征是什么 一定要有的一个特征 到现在的还有 就废除私有制 中国大陆现在还是 所有的属于都是国家的 菲律宾听说 不是菲律宾 新加坡听说也是 我们台湾就不是废除私有制 我们三民主义是 这个还是保存私有制 所以这个废除私有制 这是一个 第二个消灭家庭 现在没有任何一个 共产主义国家消灭家庭 但这消灭家庭 这个家庭是应该 加一个限定词的 你看消灭家庭 然后这个惊态号 这些人就要吓死人 这制裁者原来把自己的妻子 仅仅当作一种生产工具看待 这当然很大的污蔑 就是那个制裁阶级里面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都把妻子当生产工具 可是谁是生产工具呢 谁把自己的妻子当生产工具呢 如果我们看马克思跟恩格斯的家 第一个恩格斯没结婚 后来只有一次 在他的妻子的要死的时候 才结了一次婚 应妻子的要求 那马克思呢 马克思穷得要死 因为他太太大 他四岁 他是姐弟恋的始祖之一 然后他就 他太太就一直在生小孩啊 马克思跟他太太 艳妮结婚以后 他一直在生小孩 然后生的就死死的再生 生的死死的再生啊 所以你看他们的生活 后面是很苦的 很悲惨的 有一段还说 马克思在房间的后面写作 然后前面那个小孩已经死了 然后那个门口有来要债的这样 那个非常有画面 非常有画面 然后他太太 竟然没有产后忧郁症 你都会觉得很难 他太原来是特利尔之花 所以他是不是把自己的妻子 正经常做生产工具看待呢 生小孩的工具 有的女性主义者决定不生小孩 就是因为怕自己变成生产的工具而已 好我们资产者不以他们无产阶级的子女 妻子儿女受他们支配为满足 正是长期不用说 还以互相右肩妻子为其特别的快乐 这到底是有多少人真的是这样 听起来像一周刊写的那种 好像富豪家庭中间叫乱人行为 什么之类 或者日本的什么小报写的 然后资产阶级婚姻其实供妻子 所以他废除的是 其实是消灭资产阶级不尊重女性的 这种家庭 所以翻成白话碗应该加上这么多 而不是消灭家庭 当然在很多这个 共产主义实行的阶段 都有人民公社了 人民公社基本上是混在一起 没有家庭了 但发现那样子也不行 所以这个人类的伟大实验 有时候是一个人用脑子想 其他人就用生命去换取 真的是满悲惨 真的是满悲惨 好还要废除祖国跟民族 这个也没有做到啊 尤其说什么工人没有祖国 现在发现真正没有祖国 大概商人比较可能 其实工人都有祖国 在第四世代人就发现 工人不太可能联合起来 他说人被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 民族间的敌对关系 最后随时消灭 这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生啊 没有发生啊 所以到底是不是这样不知道 但是这个民族间的敌对关系一直存在 因为宗教 因为种族 各种原因 他存在决定意思其实刚刚也讲过 然后吴坛最终会自我消灭 这个消灭就是我们上礼拜说的 奥福赫辩的意思 所以那个消灭不是消灭而已 它是一个字含着三个意思 第一个有消灭的意思 第二个有保存的意思 第三个有超越的意思 所以这里的消灭 其实就是又保存又超越 又消灭又保存又超越 三个意思 然后有些人翻成超克 但只翻出了两个意思 就超越跟克服 但是你没有那个消灭跟那个保存的意思 所以这个字眼翻成一个字 尤其是翻成英文 abolish的时候 那再就自我消灭 所以吴坛基最后自我消灭 听起来非常悲壮 拿着枪朝自己的脑袋一轰 那这到时候什么人都没有了 吴坛基消灭坏人以后 自己把自己干掉 这干嘛 周储出三害 所以这个翻译的问题很重要在这里啊 好最终的理想啦 就替代替那种存在各个阶级 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 将是一个以个人自由发展 为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的联合体 所以从前面他讲到的异化 就是基本上人没有自由跟自主的劳动 这里强调也是自由啊跟自主啊 然后大家可以决定要不要做什么啊 所以他强调的是一个某种程度 非常原子化的社会啊 国家不能够妨碍人什么 他在有一个很有名的一段话 说早上你可以去打猎啊 中文可以干什么啊 晚上可以干嘛啊 那句话 前面的前提 为什么能做这个 说社会管制一切 所以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 他不解释的问题 却是最大的问题 谁来管制一切社会 那社会是什么 我们现在的经验 大概就是社会就是bureaucracy 谁来管制一切 我曾经提倡过 台湾所有的男男女女都要服替代役 尤其现在不拿枪打仗的这种异别 因为在宪马规定 是有服兵役的义务 人民 那服兵役现在如果是替代役 那女生为什么能不服替代役 如果女生服替代役 我们就想只有两种工作去做 第一个是教育 第二个是社会福利 那女生有什么可以不做 如果女生都一样到了高中毕业 你考上大学或什么 你去选择两年或一年 去服务台湾的人民 因为你的成长过程 你也受到别人的好处 就互相帮助 那谁来管制这个 就是以前的国防部的那个团管区 他就有一堆资料 今天这边谁是异男 有多少异男 现在在数字管理上非常方便 然后谁要到哪里 譬如说我的基本想法 让台湾的老百姓 彼此之间互相认识 就南部人到北部 北部人到南部 大家都飘来飘去 这边有北飘的问题 又南飘 然后大家当兵 东部人到西部 西部人到东部 本岛到外岛 外岛到本岛 你这样搭配一下 那每个人都有机会服务自己的人民 那那个社会管制一切 就有这种从现在的方便性 那大家 譬如说台北人去过南部 在那边待一年两年 你对那边也会多少少有点感情 那这样人跟人之间的隔阂 就不会 谁要分裂我们 相对的人都会比较困难 不然的话 那就是几个名句 一个怪影 或者是什么 这是Gashpenster 在欧洲游荡 就共产主义的怪影 然后就是要吓人 听起来像Halloween 然后至今一切的社会的历史 就阶级斗中史 消灭家庭 任何一世代同一思想 不过是同阶级的思想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句话呢 在所有 那个以前 人民出版社的书里面 都有一页 马安全记里面都有一部分 就书打开就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跟买书的人 大概都不是无产者 然后这个恩格斯号 要说明一下 如果是德国的脉络 就叫Friedrich 如果是英文的脉络 就叫Friedrich 所以他叫Friedrich Engels 或Friedrich Engels 看你用什么样的 我是用他原来的名字 就不是用他的 英文化的名字 恩格斯比 小两岁 这边又讲到宗教 宗教是支配人 日常生活外部力量 在脑中的幻想的反应 在这种反应中 人的力量采取了超越 意思也就是 宗教就是一种 异化的行为 等他对人来说是异己的 最初仅仅反映 自然界神秘的力量的幻想 竟然获得社会属性 成为历史的力量代表者 就告诉你说 你的意识形态 影响到你 然后这些统治阶级 就是用他的思想来教导你 让你活在错误的意识形态里面 简单讲是这样 这也是一样 以往的全部历史 都接着一种历史 这句话很熟 在共产党学院也没出现过 所以这里又出现 所以我猜这句话应该是恩格斯的意思 因为他才会常面用 一句话就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 因而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构 结构形成了现实的基础 这是一样的 每个历史时期都有法律设施跟政治设施 以及宗教的哲学其他观点随不上见 归根结底 最重要的话就是归根结底 归根结底说到最后 这说到最后 什么时候是最后 都是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 所以下层决定上层 这是他在反度理论里面 好 以往的社会主义呢 这是讲唯物史观 跟以往社会主义史观有什么差别 所以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 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起后果 但是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 因而就不能对付生产方式 他只能简单把它当成坏东西丢掉 那为什么坏 坏在哪里 他就说不出来 那这时候因为 那个 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 他坏 他剥夺了你 本来该属于你的 结果你没有拿到 那个剩余价值 那要当作商品卖出去 所以威武史观有发现这个 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好拿基础 有的时候并不决定上层 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可是社会的政治结构并不是 并不是 绝不是不是 绝不是 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 这种机会变化发生的改变 不是哦 绝不是哦 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 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 所以有地方发展快 有的方法发展慢 社会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社会 国家制度还是封建的 所以国家制度还在前面一段 其他已经跑到后面 特别是国际贸易 尤其是世界贸易 要求有自由的 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 商品的所有者 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来说 是应该有平等权利的 根据对他们来说 全都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 所以这里绝不是 前面不是都是吗 怎么忽然间绝不是呢 你是吃错什么药 还怎样 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交换形式 在一开始的时候 强调这是一个时间观点 一开始的时候 都不仅受到旧的形式 跟与之相应的 政治设施的阻碍 受到阻碍 旧的形式跟与之相应 然后而且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 所以就是死人抓住活人 就是这样的意思 新的生产方式跟交换方式 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 才能够取得跟自己适应的分配 意思就是有一段新旧交接的时候 会有一些这些问题 然后等那个都完成了 就没这个问题 但是就要过渡期了 我们在台湾就要过渡期 但是某些生产力跟交换方式 越活跃 越是具有成长跟发展的能力 分配也就越快地达成 超过它母铁阶段 达到同到现在为止的生产方式 交换方式的冲突的阶段 这个至少说一开始的时候 会发生冲突 但什么时候是那一开始 为什么会一个本来生产方式 跟都配合得好好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过渡 他并没有解释 然后还有唯物主义历史观 或者是历史唯物论 或唯物史观 他下入原理 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 常秘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 然后怎么样 要从生产方式跟交换方式 马克思其实不太谈到交换方式 提到生产方式比较多 然后说这些手段 不应该从头脑中发明出来 应该通过头脑 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展出来 补充一句 资本主义这个词 在马克思的著作里面没有出现过 它只出现了类似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没有出现capitalism这个字 可是很多人都用了capitalism这个字 那想说他写资本论 他一定用过capitalism这个字 听说没有 有人很认真的去看过 我没有认真查过 这跟各位讲一下 好 那这个也是一样 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交换形式 在一开始的时候 这刚刚那一句嘛 这应该是刚刚那一句嘛 好 然后他在这里 社会主义通常到科学的发展 把历史演化三个阶段 刚刚那图里面有 中世纪社会资本主义革命 跟无产阶级革命 中世纪社会是个体的小生产 生产者为了生产本身职业消费 或者为了他封建领主的职业消费 然后商品生产正在形成 剩余的生产拿去出卖或交换 还包含社会生产的 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这是中世纪社会的这几个特征 然后资本主义社会呢 是简单的协作 跟工厂所工业的出现 生产资料集中在大作坊 就workshop 个人生产资料 变成社会化的生产资料 然后出现了资本家 生产资料所有者 占有产品 并把它转成商品 所以那个产品跟商品 它有个公式 看你是从德文来 CM C就是commodity 变成money 产品又变成money 那从德文就是vater 变成geld 所以那W变成G 这边是C变成M CMC好像是这样 听起来像是汽车的名字 生产者变成社会活动 而交换的人事个体 或单个人活动 社会产品为资本家所独有 所以这是它的资本主义革命 要出现前会这样 那无产阶级革命呢 这无产者取得了社会权利 并且借此将社会化生产资料 转变公共财产 所以在那个共产主义国家 都是国家的 台湾有一阵子有很多国营企业 后来呢就是有一群经济学家 认为这样不对 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不应该这样 所以把国营企业民营化 所以国营企业就变成很大的 政府还是有股份的 你现在知道的一些大企业 都还是那样 所以那些企业呢民营化以后呢 因为他的思维并不是为了赚钱 所以政府不让你涨价 你就不能涨 譬如说铁路局 所以你的品质就很差 因为你付不出钱来 所以只好裁员 然后裁半天 然后不出事就好 所以没有一个台铁的长官敢说 出事是例外 我们都是这样一个人开的啊 你看开了多少趟才出一件事情 其实几率是很低的 他敢这样讲 他不敢这样讲 那你让我涨票价吧 你不能涨票价 全世界你如果去观光旅游 在欧美先进国家 包括日本 旅费都很贵 交通费都很贵 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那么便宜 你应该反过来问 我们为什么那么便宜 是因为政府有管制 他不让你贵 照道理就应该像欧美那样 好 根据维护主义的观点 历史中的决定要素 归根结底来说 又来一个归根结底 他常常讲归根结底来说 什么意思 我觉得说他一定觉得 历史发展有一个阶段 有一个开始阶段 可是归根结底来到最后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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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是直接生活的生产 跟再生产 这本身又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生活方式 十一柱各方面的工具制造 另外一种是繁殖 这是恩格斯讲的 那这话呢 后来就转换成 我们先总统讲工的话 还在大礼堂有 叫做生命的意义 在创造宇宙既起之生命 就是人类自己的制造 生活的目的 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 这是前面的 国民党在解研之后 我回来教书 我发现国民党很多的口号 好像都从共产主义里面来的 包括这个 包括孙中山的 政治众人知识 知识管理 管理众人知识就是政治 这个在恩格斯书里面 恩格斯说是来自圣希姆的 另外我就觉得 应该把它一个叫做 历史中经论 历史辩证中经论 为什么 因为历史上的上下结构相互影响 是恩格斯的 最终决定因素是经济 所以可能在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是下层决定上层 或上层决定下层 然后就反过来 反过来 到最后的最后 可是当然问题是西方人的观念 因为他有这个 天主 天主 基督宗教的信仰 所以最后有一个启示录 最后有一个终点 人类最后的审判 所以他有那个最后的最后 中国人的易经的观念 是最后一挂叫做未继 未继就还没完 就像一个电影 没有起来 the end this is not the end 还要下一集 所以中国人是没完没了 不会有最后最后的概念 没有 所以国际歌唱说 这是最后的斗争 如果你根据中华文化观念 这不是最后的斗争 没有最后的斗争 绝对不可能出现最后的斗争 那这有啊 最终的因素是经济啊 所以这个所谓多元决定论 我刚刚讲 over determination 就是这封信啊 好那看一下这封信 历史的最终的决定因素 这个最终的也就是 归根结底来说 同样的德文字 就看你英文要翻成ultimately 还是要翻成in the last instance 除此之外 他说我们只说了 是生活生产产产产产产 是历史 除此之外 不论是马克思或我 都不曾断言过更多 所以我们只讲过这个 所以你要认真去看 他有没有讲过这个 他好像除了这句话 没讲之外 其他话讲了很多 可是你假如这样讲 你可能就被骗了 我可以这样兴致大家说 我上了这么多门课 我从来没讲过什么什么什么 那你要证实我这句话讲了对不对 不能说 你看孙老师说了嘛 不是啊你要回去看 是不是我在录影台里面 真的没讲过这样的话 可能有讲过被剪掉了 对吧 除此之外 不论马克思我都不曾断言更多 所以对任何人 包括这些作者 其实都应该听其言而观其行 最好能够查对他讲的话 跟他所做的 他做的跟他说的是不是一致 但是我们大部分人 因为太钦佩于某些人 所以我们不会去质疑 我们相信人讲的话 这是做人就算 做学问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你就常常不会超越什么 然后有些大师 就常常就用这一套 让自己的学生不会质疑自己 这不是也类似吗 还有这是一封信里面的 他说如果现在有任何人 将我们的意思扭曲成 经济要素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后来不是一堆人 都是这样讲的吗 他说如果现在有任何人 应该说如果历史上或未来任何人 他就是把这个论点转变成 无意义的抽象的荒谬的语句 蛤 有多少人是这样讲的 如果这句话当真的话 那要死多少人呢 所以这就在一封信里面 也没多少人看过这封信 那不是啊 不是说这唯一的决定因素 不是啊不是 最后最后最后 好 经济状况是基础 这个没有错 但是各种不同的上层结构 的要素 比如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 跟它结果 由胜利的阶级所建立的宪法 就是政治法律 法律形式 所有参与实际斗争的脑海中 反映了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理论啊 宗教观点啊 以及教育体系中 进一步的反映出来的 历史斗争的经过的那个啊 在许多情况下 决定了其主要的形式 决定啊 这些要素权有着相互作用 其中归根结底 已经光恩格斯 就不知道讲过几次 归根结底 可能是他口头禅 透过无尽的偶然 经济活动被当成是必须的 所以后来很多马克思论者引用这段 可是你要看文章 应该看整个想法 不是找一篇啊 所以这个很多这种 像阿图赛人 就把这篇拿成说 哦 他的想法是不一样 可是这是恩格斯想法 这不是马克思想法 那说没关系了 反正马克思就是恩格斯 恩格斯就是马克思嘛 那就是他们同一个人嘛 或者就叫马克思主义嘛 我觉得这就是很多人 然后很多人一个人讲了以后 其他人就不去查证 就觉得天啊 他讲他会讲错吗 他当然会讲错 谁都把他讲错 为什么他是阿图赛 他就不会讲错 他最好拿刀 还杀死他太太了 为什么他不会讲错 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所以像这个相互作用 就下层可以影响上 上层可以影响下 那马克思真的相信这个 那前面讲那个 那个决定又是为了什么 所以我觉得马克思死后 他大概也觉得 马克思讲错了 那马克思如果是那样子 现在如果任何人 把唯一的决定因素 马克思是没有讲到唯一啦 但是刚刚举到那句话 不是差不多这样的意思吗 了解吗 所以他是在鞭尸吗 当然你不可能说他鞭尸啊 那马克思真的是讲的 跟恩格斯讲的话是一样的吗 可是我们刚刚把他引到的是 除非在我没看到的书里面 有这样讲 那就是我的错 如果我看到的书 而且我根据他自己说 他认为哪些书是历史唯物论的经典 我已经去看了 看了都没看到他后面讲的 那你说这个要怎么办 你表示他们前后有不一致的地方吗 好啦 他说我们自己创造的历史 首先要一定调一下 这个刚刚在那个 别的地方 马克思说过嘛 杜宇波拉巴的5月18日 第二个历史有许多个别意志 像冲的结果 每个别意志 受到许多特别生活条件的影响 现在什么个人意志有关系 前面没有提到个人意志有任何关系啊 就生产力生产关系啊 构成经济基础啊 经济基础决定上升建筑啊 哪里跟人有关系 跟阶级都没关系啊 所以那个他的讲法里面 个人意志阶级要放在哪里 其实是有问题的啊 然后请你从原点 而非二手作品 好啊我从原点吗 我都跟着发现 就是刚刚路易波拉巴 为什么资本论吗 完全根据他做的 然后发现他错了 你假如读书不仔细 你觉得人家都说了 他在这书里面有耶 然后你就相信了 那你去看那个书啊 是不是真有啊 真有你在信 这是有道理的 他就糊弄你 然后叫你转移注意力 说那边有 那你就去看那边 就像常常有人骗别人说 你看那边 然后你就看那边 他就把你东西偷了 回来他就走了 青年们 有的时候过度重视经济面 老年人也是 马克思跟我都必须为此 负部分责任 我觉得他还好不在台湾当官 他在台湾当官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们在和对手辩驳的时候 为了强调这些被否认的主要原则 并不常有时间地点跟机会 使参与交互作用的要素 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边插一个重 意思是说我们有时候也没讲清楚 没讲清楚你也写清楚 抱歉也没写清楚 哈哈哈哈 这是干什么 这还是一封信写在给一个人的信里面 这不是公开的文件 所以这要不是互弄block 如果真的马克思主义有这么多重要的这种修正 或者补充说明 就应该发一个公告 他那时候他没有Facebook 所以不然的话就要Facebook 我跟马克思都没讲过这个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这东西那么重要 可以改成公开信 对不对 改成公开信 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啊 所以这个 可是很多人都不注意这种问题啊 就说你看他说过啦 所以这是他最后意见啊 所以第一个是说过 第二个最后意见 最后意见 那你说我们常常有时候不是有时间时间地点 强调这个 所以当时就有人不信 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传人啊 所以你根本就把他的想法 把他扩大成这个样子 马克思不是这样讲的 你把他讲成这样 你根本就是扭曲 不是别人扭曲 是你扭曲 所以各位 如果你是审判长 请问你要怎么审判 到底谁出生问题 我现在就把这个东西交给 就是那样 所以我的书里面 就把这些矛盾都指出来 很多人都认为 完全没有矛盾 这两个是一致的 没有啊 矛盾啊 我现在都讲给你看 讲给你听啊 然后你看到证据啊 好啦 这是自然辩证法的问题 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把人类知识分成三大领域 第一个部分是非生物界 或多少能量数学参加处理 你觉得这跟孔德 我们上次讲的 那个实证科学分类 有什么太大差别 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 那表示那是一个共识 不表示他看过孔德 如果有人喜欢极简单数 使用大字眼 可以说这些科学的某种成果 是永恒真理 所以大字眼就是这个 big word 然后也可以叫做精密科学 这后来也有人在大概 二十世纪的某 大概所谓的维也纳学圈 或者逻辑时论派 他们就强调像物理科学 就是exact science 然后大家要像这种科学看齐 这也是后来有些社会科学的人 反对 或者人文社会科学的人 反对这些科学 觉得一定要强调量化 然后这个争论到现在都没有结束 所以精密科学 exact science 不是一切成果都如此 然后第二类科学是生物机体的科学 就是简称生物学 第三类按照例子顺序区跟现在结果 是研究人的生活条件 社会关系法律形式等等等等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 他说历史科学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文跟社会科学 可是大部分人都不认为 这是第三类科学 认为这是比较落伍的科学 特别是有研究 有没有统计数字这一点来看 好那基督新教到底帮助 还是妨碍近代科学的发展 他在这里 这里说的是妨碍 应该迫害了很多 他说新教徒在迫害自然科学的自由研究上 超过天主教徒 塞尔维特正要发现学域循环过程的时候 加尔文被把他烧死 而且还活活的把他烤了两个钟头 而宗教裁判所只把乔尔丹诺 布鲁诺 Giordano Bruno 简单的烧死便心满意足 所以这里面 因为后来 因为韦伯的关系 研究新教论和字幕主义发展 所以像后来我的老师Robert Merton 在1930年代他的博士论文 1936年 就写 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这本书 就强调基督新教对于近代科学的贡献 那有这个争议 他认为不是 但是后面他有讲说 基本上有影响 所以到底有影响没影响 看你要怎么去看这个证据 新的自然观基本点是完备 一切僵硬的东西融化 一切固定东西消散 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东西 特殊的变成了永恒转瞬即逝的东西 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 中跟循环中运动者 《国产党宣言》里面这句话非常有名 后来有一个人的书 叫Marshall Berman的书 叫做 All that is solid melt into airs 一切坚固的都消失在空气中 还是什么之类的 这就是恩格斯又用的这句话 所以应该也是他的话 可是这句话听起来很像马克思讲 这里资产阶级跟资产科学 随着中等阶级 可能跟前面中层阶级 科学大大复兴 天文学、机械学、物理学 解剖学、生理学的研究 重新进行起来 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它的工业生产 需要探查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 跟自然力的活动方式 在之前科学只是教会公顺的悲女 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线 因此根本不是科学 现在科学起来反叛教会 资产阶级没有科学是不行的 所以也不得不参加这一反叛 所以教会对科学是没帮助 阻碍近代科学 资产阶级是努力促成科学 还有资产阶级是社会的异化 因为在逻辑上 大概只有资产阶级 特别是有私人财产 或有不自由的劳动之后 才会有异化的状态 他说人们就像受到某种 异己的力量支配一样 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 受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 等等等等 然后这种异己支配力量的因果结果 一定得了解 就是资产阶级会说 1980年代 在中国大陆 有一群知识分子 开始有一点点开放 讨论社会主义中的异化 引起了轩然大波 有些人就认为社会主义有异化啊 然后说 怎么可能马克思认为 只有资本主义有异化 我们社会主义是不会有异化的 所以这些主张社会主义有异化的 后来都被消音了 很好 还没被抓去关 不像亚细亚生产方式 所以后来这个 有一阵叫做社会主义的人文主义 还是社会主义的异化论 这个讨论 后来就结束 所以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有异化 这个资产阶级才会有 社会主义不会有 当然这个个人的感受 常常不是这样 那怎么样消除 这个异己的力量 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 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跟性质 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及其辩护是正式抗拒这种理解的 他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描述那样 违反我们 反对我们的作用 把我们置于他的同志者之下 但是他的本性一旦被理解 就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 从魔鬼式的同志者变成顺利 意思就是说需要共产主义革命 就不会有意见的 这种革命的一种诱惑 就像是驴子或什么前面的那个萝卜一样 趋势你向前走 可是等到事情真的到那地步的时候 常常都不是这样 这就是社会非常诡诀的地方 Robert Merton曾经说过 我们到时候也会教到 就是有意社会行动 常常会出现无意的后果 你希望做好事 最后 常常是无心插柳柳成衣 有心在下划不开 那这也是一样大致的 这个也差不多 这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可能 只要按照统一的总计划 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那种社会 可是谁来协调? 谁来统一? 这需要一个庞大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情 有这样的社会才能允许工业 按照最适合它自己的发展 跟其他生产要素的 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 这我们后来历史发现 并没有这样的东西 他说消灭工业 首先需要有社会的行动 当谋事在人 城市也在人的时候 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 最后的异己量才会消失 因而宗教反映本身就随着消失 原因很简单 那时候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 意思是要消灭宗教就消灭这一切 然后人参加了这个社会行动 就是 好 凡杜林顿有讲到国家的问题 这里面我特别讲到这个奥福贺变 就是中文如果英文翻成abolish 中文通常就翻成消灭 如果英文翻成sublate 英文钱宗书建议翻成奥福贺变 然后有的时候翻成阳气 在我年轻的时候 但是阳气也只是抛弃的意思 跟废弃没有太大差别 然后如果你翻成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国家消亡论 这到底是自行消亡还是微缩 听起来比较像微缩 而不是没有 就国家到时候已经 就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面 国家不是用一个阶级 用来压迫另外阶级工具 不是它就是用来处理这个行政事务的工具 所以这个国家的功能就微缩了 就没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 那这个国家消亡论 这是我前面的 前面是我的翻译 后面是那个大陆的那个官方的翻译 我在这里就翻译了什么管理众人啊 管理众人之事啊 就是这样子来的 这就是因为跟春中山的关系啊 然后这里我有把它这个 我的翻译用的名词啊 然后这个德文跟英译是怎样啊 这关系把它列出来 另外他讲到资产阶级的婚姻 刚刚在那个工厂宣言里面有提到啊 他说贿赂取代了暴力压迫 金钱取代了刀剑成为 社为权力的第一个杆杆 出业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 资产阶级工厂组的手中啊 所以觉得这些人就有权利对自己的女工啊 予所予求啊 卖淫增加到前所未为的地步啊 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 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啊 是卖淫的官方外衣 而且还有不声美举的通奸作为补偿 这在国家宣言里面也讲过啊 这他对资产阶级婚姻的看法啊 到了共产主义的那个婚姻里面 好像有些也有这样的说法 我想这可能不是各个那个 这种历史发展阶段的关系 可能是人还没了解到婚姻到底是为了什么 好另外这边也有讲到啊 历史的受到两种安排 一个是劳动发展阶段跟家庭的阶段 这他特别提到家庭持有制国家的起源 然后人类发展阶段它有蒙昧的时代 野蛮的时代跟文明时代 那婚姻的形式相对应就有群婚制 队友婚制 还有这单婚加上通奸加上娼妓 这也是我的整理 你看就看出这个历史发展的跟家庭 这个都会有关系啊 所以这是历史文物的另外 可是这是恩格斯讲 这不是马克斯讲 马克斯没有提到这方面的问题 他说结婚的充分自由 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 和它造成的生产财产关系 从而把今日选择配偶 还有巨大影响的一些派生 去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践 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爱慕之外 就没有别的动机了 到现在为止 这种事情也不太常出现 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 也出现了除了相互的爱慕 没有什么别的动机 那反而像现在中国大陆的 很多的婚姻变成是一种市场 买卖或交换 如果你没车没房没户口 在大都会地区 就是北上广深 大概你要结婚 特别是家长是不太容易同意的 所以这个好像 至少讲到资本主义废除 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算不算资本主义废除 因为它现在是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所以这是怎么定义 我们也都不知道 可是至少像这种 除了爱慕不会有别的机会 在台湾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全世界没有人 不是 这跟制度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好 那提到这新旧两性关系 现代的性爱 它用的叫 Geschlecht Libre 英文翻译Sex Love 跟单纯的性欲 跟古代的爱是不同的 你看看有什么不同 第一它是以所爱的人互爱为前提 就是要相爱的人才能结婚 在这方面 父女处于跟男子平等的地位 在古代的时候不是这样 因为古代不必征求女人的同意 现在好歹都还是 当然在印度什么地方可能也不是 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的强烈跟持有的程度 这是一个英文句型 So intense that 所以我翻译的时候 如果不能彼此结合 不只能结合 或者还要分离 对双方来说 即使不是一个最大不幸 也是一个大不幸 你就知道我翻的有多烂 意思就是很不幸的意思 这我的翻译 我必须承认 仅仅是为了彼此能够结合 双方冒很大的危险 是拿生命孤注一指 这种情况在古代 充其量子在通奸场合才会发生 这个违反爱情历史故事 很多爱情历史故事都是这样 并没有什么通奸的场合才会发生的 并没有 所以这是有时候为了革命 你知道吗 革命讲的话 有时候是不周全的 那口号只是为了激起群众的情绪 并不是历史事实 这到后来都一样 最后他说 由于性交关系的评价 产生了新的道德标准 就是如果有两个人 发生了性交怎么办 他是结婚还是私通 以前只会问这个 结婚就是问题 私通也是问题 但是呢 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相互爱而发生 是不是爱就可以免除两个人 发生性关系的一个评价 这是他讲 我觉得这个讲法 到现在为止还是很有效的 但是这是不是古代跟现代的差别 我就怀疑这个事情 好 那这个恩格斯的部分是这样 所以就会知道 你也会有很好的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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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